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密门花 密门花也是养科的重要的重要之一 密门花是马前科植物 密门花的刚造的花蕾或者是花絮 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密门花的原植物 紫色的团状的这么一个花 然后这张图是密门花的药材 它是经过刚造以后的这么一个药材 密门花主场于湖北、陕西、四川、云南等地 它性味、肝、微寒、乳、肝精 它具有功效是什么 是清热、养肝、明目、退宜 这块的话咱们可以和之前学习的几个养科的中药比较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学过清香子 清香子是具有清肝泄火明目退宜的功效 清香子主要用于钢筋时热引起来的木质肿痛 木生易膜这些情况 然后是绝明子 绝明子也是可以清香泄火的 另外绝明子还可以疏散风热 接下来我们学习的是古今草 古今草是可以疏散风热 移木退宜 它主要是疏散风热 解表 风热主要是表正 和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密门花呢 还是有不同之处的 我们首先看密门花 它是清热、养肝 它可以清泄肝热、肝火 同时它还可以针对肝经有虚的时候 就是肝虚引起来的这种木案不明 就是视力讲退这种情况 它可以补肝、养肝 这是它的特别之处 它具有滋养的作用 另外还有倾泄的作用 两方面作用都有 所以我们可以推倒它的作用是 首先第一个 它可以清肝泄火 用于木质肿痛、修明多类 木生易膜 第二它可以养肝 所以可以用于肝虚引起来的木案不明 事物、红花 密门花的用量是三到九克 需要注意的是密门花 对于延虚有内行的这种养病的患者 要禁用 密门花就讲完了 我们汇总一下 密门花它是马强科植物 密门花的刚造的花蕾 或者是花絮 腥味肝微寒 清热养肝 明目退役的功效 可以用于 肝热引起来的木质肿痛 修明多类 木生易膜 也可以用于肝虚引起来的 事物昏花 木昂不明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 下节课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节目的 MING PAO TORONTO